俄乌戰爭持續了半年這麼久的時間 那到底什麼時候可能會畫下修指幅呢 其實現在雙方的關係看起來似乎是更加的緊張了 攤開地圖來看 你看到非常多的點 包含盧干斯克啊 以及札波羅勒的核電廠 還有克里米亞半島等等呢 都是雙方在僵持 那麼看到俄乌雙方已經陷入是一場消耗戰 那現在在8月24號 也就是烏克蘭的獨立紀念日 這麼關鍵的時間 俄羅斯當然也要有所表態 所以你看到俄羅斯軍再度的空襲 烏克蘭的中部城鎮 那為什麼說現在的關係看起來 是不是要更加緊張了呢 因為普京的智囊杜金的女兒 傳出是遭到烏克蘭的特務殺害了 那當然喔 這也讓局勢是呈現更緊張的局面 那未來這勝負的關鍵是什麼呢 我們可以看到當然就是歐美的支援 因為如果真的要打起消耗戰的話呢 像是烏克蘭他們本來很多的經費 已經是花在軍事國防上了 而且光是非軍事的支出 每天就至少要50億的美元 那麼在接下來包含美國的選舉 還有意大利的政壇的發展 他們到底會不會真的呢來支援烏克蘭 這態度也受到矚目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